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中文的输入法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首先你得确保你有这个中文的输入法 那怎么样去寻找中文输入法呢 在这个设置里面 settings里面 然后你找这个general 找到general之后呢 你再找到这个 比如说找中文的 那么我就得找这个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下面有language 就是keyboards 我点这个keyboards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有这个有中文的了 有中文的间谍有两种 一种是手写的 一种是拼音的 手写拼音只要在的话都可以 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你应该选这个add newkeyboard 然后找到这个中文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 一间体是simplified 也可以选择这个繁体哈 那么我已经选过了 所以我已经找不到 在这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现在选过之后呢 那我回去 比如说进入某一个程序 在这个no字面 我想输入一个 一句中文的话 首先大家应该看到这个 输入法是可以切换的 切换的方法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地球图标这 你点一下这个地球图标呢 你可以切换不同的输入法 现在是英文的状态 然后再点一下呢 变成这个中文的拼音 我再点一下呢 又回到这个英文了 然后再点一下呢 它进入中文的手写输入 手写输入也挺好的哈 它有连影响的功能 手机费 那么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用语音输入 在这个手写的功能 或者呢 在这个拼音的功能之下呢 你都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话筒 这儿有个话筒 我们去点一下这个话筒 当我点一下这个话筒之后呢 它就开始试图呢 就把我的语音转换成文字 如果我点一下这个蛋 看它就结束了 今天是星期一句号换航 明天是星期二句号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输入的还是挺准确的啊 英文也是一样 我们再进入这个英文的状态 点这个地球的投标 再点一次 现在是英文的哈 英文我也同样的可以用语音输入 it is monday today period next paragraph it is going to be tuesday tomorrow period 然后选择这个蛋 然后它就开始这个 把我的语音转成这个文字了 这个非常方便 有时候呢 可以甚至说很长的一段话 它可以把你这个 画的转成文字 就不一定会在这个nose里面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你回答email 回人家email的时候 或者一些微博微信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用语音输入的方法 这能够给你节省很多时间 但是希望你语音稍微标准一些 说得慢一些 这样的话它识别准确率更高 那我先介绍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告诉我